我们听到最近呢 这个所谓柠檬车的条款 好像有了最新的讯息 对不对 小徐来告诉大家 是的 这个我们首先看到 最近经济部呢 他刚做一个修正 他针对你新车 你180天之内行驶 在1万2000公里之内呢 有三个状况呢 那你或许可以过程 退车退款 或者是要换一台新车 比方说起火暴冲 这重大 这非常严重的事情 然后呢 或者是同一个问题呢 故障了四次修不好 或者是呢 你机能瑕疵累积了30天 你不能用车 那其实啦 我们再次跟各位强调 如果真的修正通过了 他只是车商 写在契约里面的一个文字 那各位会说 那我写在契约里面 跟我写在这个条文里面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讲个 比较轻松一点的例子 假设我们今天同样一段话 我们写在契约 跟写在法条 会有什么不同 假设我们今天一段话 买300碗牛肉面 一定要打同边 好 我们今天如果写在法条里面 那我买301碗 请问要不要打同边 当然要啊 300碗都要打了 301碗为什么不打呢 可是如果我这段文字 写在契约里面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会不会 其实301碗 它别有用途 并不是跟300碗 同样的情形 大家在解释的空间上 就会有一个落差 那当然了 我们回归到柠檬车法案 它的源头 基本上我们一般公认是美国 美国它柠檬车法案 跟我们这个法案像不像呢 基本上照抄了 美国各州的法案 规定不大一样 但是台湾的规定 其实都差不多 那大家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干脆 我就照抄过来 然后呢 我把它变成一个法律 比方说我们立一个专法 汽车买卖法 这样子是不是就真的有效果呢 我必须跟各位讲 很抱歉 恐怕不是 因为我们台湾的法律环境 跟美国的法律环境 毕竟不大一样 很简单的道理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民法里面 已经有类似的规范了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 民法的364条 365条 它规定了出卖人的 瑕疵担保的责任 简单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今天一个物品的出卖方 你必须要担保 你的这个物品没有瑕疵 而且时间多久呢 5年 如果你按照这个法条 去解释它字面上的文艺的话 那会变成什么情形呢 就是你整台车的保固是5年 对很多车商 他所宣称的保固的期间 是不一样 是更长的 而且更重要 民法没有写你的里程哦 如果你有办法在5年之内 开车开到5000万公里 上了月球了 你有办法证明说 这个车子出厂就有这个瑕疵 你还是可以主张 你瑕疵担保的权利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法律实务上 你用瑕疵担保 民法的瑕疵担保 去主张你的权利成功的非常少 而且大部分都是二手车 新车用瑕疵担保的方式 解除这个契约退车的非常少 为什么呢 我们坦白讲 在商言商 我今天车商 我遇到这个东西 我很简单 我跟你拖嘛 各位想一想 我们在台湾买新车 有多少人的财力 可以跟车商去抗衡 今天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今天买一台新车 好 你要贷款 你车子坏了 你不能开 你可能要停在车库里面 你也当作证物 然后呢 你还要打官司 打个三五年 你要维持他的 你要承受他的择救 那等到官司结束之后 或许你还不一定会赢 谁受得了 所以我们在实物上看到 大部分新车这种瑕疵的案子 都是什么 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所以反过来 这个柠檬车法案 它到底有没有什么价值 我觉得还是有 它至少把瑕疵 具体化了 起火爆充 同一个故障问题 时间里程 它至少把它具体化了 可是呢 在举证责任上面 可能又会有问题 比如说像爆充这种事情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对不对 它可能还有个第三方 鉴定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像美国为什么 它可以把柠檬车法案 弄得很好 因为美国一般这种 消费者的诉讼 如果车商这边败诉 如果商商这边败诉 不只是要退车退款 还有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 可是目前在我们司法实务上 这种案例是极其少见 或几乎说是没有的 换句话说对车商来讲 这个法案就算通过了 我打诉讼风险 我一样没有提高啊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推 柠檬车法案 我觉得政府机关 可能要去考量到说 我们消费者是否有办法 去承受这个诉讼 可能一打就是三五年 如果你承受不了的话 对那车商就拖 拖到你受不了了 好啦那我们就可能 怎么样的方式来和解 把这事情给戳掉 所以我觉得这是 未来法案努力的一个重点 真的 所以大家为了买车的时候 不要买到柠檬车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在买车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下 比如说它的口碑比较好 妥善率比较高的一些 车款的评价呢 外媒就帮我们评选出了 有十款车 它的妥善率是受到肯定的 有哪十款车呢小叶 好我来帮大家分析这个表 2020年外媒的评选 这个其实就是在去年底 所做的一个最新的调查 那这个外媒就是哪里呢 就是美国消费者报告所 说出的数据 我们先来看这十台车 来关于我们两个一起来看一下 你觉得这十台车 我们应该先剔除 先不要聊 因为台湾没有卖嘛 对 第一个应该是第三名 别克这台车台湾没有销售 第四名Lazos这个GX 台湾也没有销售 对所以我们这两个 先拿掉不看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前十名 有些车会不意外 有些车会让你蛮意外的 我们台湾人如果讲到豪华品牌 比较喜欢的是欧系 比较会讲到的是松逼 你看这里面有没有双B 没有 没有双B 但讲到独占率 你会想到 Lexus 对 所以你讲的没错 有Lexus NS你不意外吧 这个就算这个调查是在台湾做 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数字是奇怪的 对不对 因为毕竟它也是卖的最好的 豪华品牌的休旅车款 好这个是情依 其实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刚才说没有双B 但是 是有看到一个什么车 Audi 而且它不只一个车款 A4 A5 都有 两个车型入围 代表说Audi这个品牌 跟这两个车款 在美国消费者报告里面 所做出的调查里面 它是实大可靠的 这个跟我们的基地印象 是有点不同的吧 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Audi以外呢 还有一个是 Honday的Kona 这台车 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 相关的这些报导的介绍 Kona这台车的评价确实是不错 而且在世界其他各地 他们也是 就是不论妥善率 可靠度都是很高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台湾市场 如果你在买购买CUV的时候 Kona这个评价 确实还值得你走进展间看看 我们先不要说 你会不会影响到你要买 但是去看看 或许会让你惊艳 或超乎你预期的一些表现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像有些不意外的 像是Mazda CS5 它也是我们台湾 这个极具的销售长盛军嘛 对不对 那还有像是Honda的CRV啊 这个我也觉得也不意外 但是呢 Toyota的Prius一次进了两台 一台是Prius 跟一般版 跟这个是插电式的 你觉得这两个好像有点 有点出我们意料 对不对 因为如果把这个榜单 放到台湾来 我觉得会有Toyota 应该是什么Artist 应该会是Artist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我们想的会是一样 但是我去翻开 我去翻一下这个消费者报告 历年来的数据 我可以发现 其实Prius这个车款 在美国的这个评选里面 它是算是常出现的 而且都是一直名列前茅的 代表说美国消费者 对于第一个 对于这台Toyota 油电车接受度高 对 表示它电子也没什么问题咯 没错 那为什么我就在思考说 为什么台湾市场 对于这样子的评价 好像不大一样 是因为 我觉得以前台湾消费者 对于新科技 尤其是这种油电科技 有一定的接受度 但是他们会怕的是什么 是怕最后的维修妥善率 像我们刚才讲的可靠度嘛 妥善维修这个部分 但是也不要忘 其实Toyota最近近年在台湾 它也是努力的去改善这个 比如说它针对这个电池8.16万 而且它把电池的价格 它其实公开透明了 那以一般的像Altis 或是Camry这种车型来说 它的一个大电池 我们说的Hybrid用的这个大电池 其实也都大概在 4到5万左右 所以其实是 没有想象中这么贵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资讯的 越来越透明 像我们这样很多 像国外这个资讯也好 或是台湾的调查报告也好 会让更多人 我们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 比较多的参考数据 为什么我们消费者在买车 想要一些参考数据 就是因为毕竟它是个高端架的产品 你在花这个钱 其实很多人买车 他通常心里都有一个定见 他会希望人家给他一个什么 符合他的一个想法 让他买车更有信心 但是有时候人家给你的想法 很单一很片段 比如说你爸爸 比如说你男朋友 他可能一生就拥有一台车 两台车 所以他拥有的资讯 可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 所以透过这样的数据 让你知道说原来全世界也好 或是整个台湾市场 所做的数据的分析累积 告诉你 提供你在买车前一个参考 我觉得这样子相对来说 会比较有价值 美国消费者报告 为大家评选出 2020年十大最可靠的车款 你看哦 本田就有一台HRV 是榜上有名的 而且我们看到 本田的当家休旅二哥 HRV最新大改款 而且它的测试车 听说在国外已经被捕过了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看所有的新车 只要它 不管是有消息流出 有什么设计草图 有原厂的官图 甚至是测试车出来 基本上离它 真正跟大家亮相 就不会距离太远了 那这台呢 就是全新世代 大改款的Honda HR-V 其实我们就先看这个外形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在 整体的这种线条的刻画上面 我觉得还蛮像欧洲车的 请你看这个车头啊 有没有一点那种 VAG集团的家族的那种影子 那种水箱护罩 非常直挺高耸的这个车头 那种类似那种感觉 那两侧的头灯 其实也有一点点 我觉得有一点VOLVO的味道 所以 有改 头灯有改了 对 所以我会有一点难想象 它这些贴纸撕掉之后的样子 感觉跟现在的本田 真的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那包含它车侧的 有很深的轮廓 后照镜也是在门板上的 车顶的行李家 一直到车尾 其实跟现行款的HR-V 我会觉得 差好多 轮廓没有什么太大的延续 但我觉得这是好事代表新世代的车型 可以让大家 见识到本田可能在设计上面的一个诚意 好 再来跟大家讲一些这台车的重点 好 第一个大家最关注的 什么时候来 其实以台湾本田的规划 在2021年 大概品牌的重点会放在下半年的FIT 2022年 就会是HR-V了 所以它要到明年才会来 大概是在第二季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也因为时间点久呢 所以基本上现在海外预计要推出的好料 新货也都会原封不动来到台湾 例如它是采用全新FIT的平台所延伸 跟现在的HR-V一样 所以也是一个中置油箱的设计 它的后座也可以翻倒 有很棒的空间机能 同时这个平台也兼容电动车油电车 所以以它的动力来说 会有一个重点 就是EHAV的油电车型 来到台湾 而且动力也一样 也是1.5升的引擎来搭配HR-V的动力 只不过呢 在燃油车型的部分 国外的话目前 日本是只有油电车 海外还是有出燃油车型 但是动力还不确定 如果以FIT来说 你要沿用新的1.5升4缸的地球梦 已经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它的动力真的偏弱 120匹而已 感觉配上CUV的身形会不太适当 而且它这次尺码又在放大 已经车厂来到4450了 基本上跟新的CORRACORUS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会不会1.5的涡轮那个地球梦 不然你讲到重点了 这个是业界一个在推测的 就是可能你要嘛 如果自然进气的燃油不适用 可能就是用涡轮增压了 而且呢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消息 我隐居这个日本媒体的分类法 如果以Honda Sensing的世代来说 我们之前台湾最早见到是在 我记得是在Accord的Hybrid 那个是第三代 本田第三代的主动安全系统 现在的CRV是第四代的 那明年 今年的FIT会是4.5代 HRV会是第五代的Honda Sensing 所以没错 它的功能性啦 侦测的范围 侦测的速率等等 通通都是这个品牌 目前最尖端的科技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你今年还不急 你可能明年可以换一台新车 然后买这种中型的休旅车的话 HRV绝对会是值得 你等待的口袋名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